生老病死是人生几件大事之一 每个人的一生中 总是会有不少参加红白喜事的机会 葬礼的会场庄严肃穆 凝重沉痛 而参加葬礼也需要大家言行谨慎 把握好礼仪和分寸 给死者的家属带去慰问的同时 也不至于影响自身风水学运事 家中有顽固的亲人 平时也不要随意提他们的名字 王亲到了阴间就是属于阴间的 阳间的人不能说阴间的人 以免混淆阴阳沾染阴气 在中国的民间传统习俗中 葬礼有着很多迷信的色彩 讲究与忌讳 例如参加葬礼 您知道有什么忌讳的事项吗 什么人不可以去参加葬礼呢 参加葬礼后忌讳做什么事情 下面不妨快来了解看看吧 参加葬礼忌讳说死和残等字 葬礼的氛围本就比较压抑和凝重 适者已是 他的家属和亲朋 也希望可以得到一点宽慰和鼓励 而在葬礼上重复这些死 惨 伤等悲哀不幸的词汇 只能徒增大家的伤感 也给了王者家属和亲朋 带来了二次的伤害 参加葬礼忌讳说脏字 在葬礼的场合 举止应该沉稳得体 低调稳重 给予王者和他的家属亲朋 足够的尊重和敬意 如果在葬礼上爆粗口 标赃化 不仅对于王者以及他的家属亲朋不敬 同时也会因为你粗鄙疏漏的行为 而影响自身运势 参加葬礼忌讳说自己或他人的名字 葬礼的会场 也是阴气和煞气较重的场合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 有些禁忌还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 在葬礼场合不要叫自己 或者身旁其他人的名字 古有阴魂不散的说法 被灵魂听到名字 也许他就会趁机依附上去了 参加亲人 朋友的葬礼忌讳 即参加丧礼的人 与王者生辰八字相克 因子武相冲 金木相克的道理 如果王者是子年出生的 那么不论王者的亲朋或好友 凡是五年出生的人 都不能参加送葬仪式 此外 孕妇 婴儿 也禁忌送葬 恐怕沾染到不祥之气 即参加丧礼的人 与王者生效相克 在丧礼上 通常会贴有一张告示牌 说明有那些生效 是与死者的生效相冲克 必须回避 有的还会在灵堂里放一盆水 给来参加丧礼的来宾洗涤 以去除不祥之气 即入恋时提哭 在举行入恋仪式时 王者的亲友应当保持冷静 此时 既会有人提哭 否则会使王者不忍离去 其魂魄将无法升天 而滞留丧宅 若因提哭而不小心 将眼泪滴在王者身上 将使得王者留恋人间 不得转世超生 即七月时出葬 七月被一般民间视为鬼月 此时 阴间的大开 许多鬼魂被流放到阴间来 若于七月出葬 可能会招引更多的鬼魂出现 鬼煞大作 对丧家更为不利 既守丧期间剪发 剃胡须 根据民间的习俗 在家有丧事期间 其亲人不能剪发 即剃胡须 一般人认为 这是为了表示 极度哀伤悲痛 以至于无法顾及修饰蝙蝠 而其另外的用意 是为了以不修蝙蝠的模样 使自己跟平常看起来不一样 让亡灵鬼魂认不出来 以免受到侵扰 下面是参加葬礼的忌讳事项 一 新婚期未出百天 月房期未满百天 即身上有伤口未愈合者 均不宜参加葬礼 如若不得不去 除了采用红色内衣之法外 身上有伤口的朋友 还要在包裹伤口的纱布外 拴上五色线或九色线回避 二 正所谓先死为大 参加葬礼时 一切都应以逝者为大 无论和亡人是什么关系 都应肃然恭敬 不可对逝者品头论足 谈论是非 以免先人挑礼 煞气临头 三 参加葬礼时 如若不小心碰掉 碰坏了葬礼上的陈设 均应及时和丧家联系 心生忏悔 坦诚道歉 尽量恢复原样 万不可置之不理 以免轻者冲撞煞气 重者不断 四 参加葬礼时 尤其是在最后遗体告别 尸身开光时 气场虚弱 胆小的朋友 还是别看为家 这是最好的回避方法 五 参加葬礼时 丧家带孝人 如不小心丢失 破损孝部 孝牌 轻杀者 均不可补替 更不可刻意丢失破损 六 参加葬礼时 丧家带孝人 一定要按照长幼顺序 带好自己的孝部 孝牌和轻杀 万不可错带 混带 以免冲撞呼气 煞神 七 参加葬礼时 尤其是设有帐房的丧家 及设有专门收取 葬礼礼金之地 丧家务必要先行 拿出红包 压在帐房处 方可开始收取记录礼金 中国的传统葬礼 讲究比较多 尤其偏远地区农村 对葬礼习俗的禁忌 更是深信不疑 有些人因不能亲自参加至亲的葬礼 而深表遗憾 那么有哪些人不适合参加葬礼呢 一 久病的人 久病的人不适合参加葬礼 因为在葬礼仪式上 有许多活动需要参加 诸如迎宾客 行哀礼等 这些葬礼仪式不仅消耗体力 而且耗费精力 久病不遇的人经历 原本比较差 经过丧葬仪式的折腾 反而会加重病人的病情 因此不适合参加葬礼 二 灵异体制的人 灵异体制的人通常是指生辰八字纯阴的人 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具有阴阳眼 等特异功能的灵异体制者 三 体弱的人 众所周知 适者葬礼上阴气比较重 尤其停放棺材的灵堂 体弱的人原本阳气不足 如果去阴气重的灵堂吊咽亲人 势必会加重体内的阴气 进而影响身体的恢复 四 身上伤口未愈合者 身上有伤口未愈合的亲朋 如果要参加适者的葬礼 最好在包裹伤口的纱布外迹上 五色线或九色线以避之 五 新婚期未满百天的人 新婚期未出百天者不适合参加葬礼 如非常必要参加至亲的葬礼 建议做好参加葬礼前的准备工作 六 面临重大考试的人 面临重大考试的人 往往需要较好的运气 而此时参加葬礼 葬礼上悲伤的情绪 往往能左右靠前的心绪 以至于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况 七 升官的人 升官的人参加葬礼 往往是不祥的征兆 因为葬礼上的各种仪式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升官人的心绪 致使不能安心工作 或者出现官孕不济的情况 八 孕妇不能参加葬礼 孕妇在怀孕期间 情绪原本容易激动 既然怀孕期间还要参加逝者的葬礼 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孕妻参加葬礼 更容易出现情绪上的极大波动 尤其在怀孕早期 九 外出远行的人 外出远行的人参加逝者葬礼 致使远行者总是心怀牵挂 尤其头七或百天的日子里 脑海里总会浮现逝者生前的模样 从而不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十 婴儿不适合参加葬礼 婴儿不适合参加葬礼的原因有三 一是容易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二是葬礼多在室外 而且人又多 婴儿穿戴布不周多容易出现生病的情况 其三 婴儿大脑未完全发育 容易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参加了别人的葬礼仪式之后 千万不要直接回家 如果附近有佛寺道观之类的宗教 修行场所 或者城隍庙 庙之类的地方 可以进去上香礼拜一下再回家 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场所 也可以逛逛街 在外面吃个饭 看场电影之类的 总之回家之前去干点别的 但是要记住也不可以直接去你的亲戚朋友家里 这样对他们不好 噩耗来临再多的心痛与不舍也无法挽回 寿命百年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父母的老去 先辈们的离去 痛苦 心碎 悲伤 污液 慢慢转化为祭奠 悼念 思念 祈福 最后沦为的就是丧葬文化 祭奠文化